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群聚超速擴散 三天專案裁檢五千多人就有破百例確診 就怕再有漏網之餘 25號針對熱點區員工赴宴裁檢 家職園區以及宿舍 這個部分是所謂的紅區 二採也有可能有部分會呈現陽性 這個部分也是目前為了確保安全 要進行多次裁檢 專家直言這次二採一定會再出現確診者 多是因為有陰轉陽的情況 或是一採時還在潛伏期每被驗出來 以及無症狀的人又再傳出去 至少要觀察兩個潛伏期到一個月 那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這些人即使採了陰性 還是要告訴他必須要自我健康管理 有什麼身體不舒服 或是他的同伴有身體不舒服 要通報出來 遺漏的話也不會再傳出去 人數眾多疫調追得很吃力 桃園市府也啟動移工快篩專案 針對僱用移工二十人以上的一千七百二十家企業 共七萬多人配發快篩試劑 運用多層次擴大裁檢 儘速補漏網 大家新聞請尋找許英豪桃園報道